2021年5月14日 遠東地區一日之內出現兩火震撼彈 首先在一人梅旗下台灣蘭果報 宣布將會在5月18日起停航 這個消息令人體會到什麼叫做到日如年 什麼話還要等多4天 害人蘭果早執早著 應該是上天聽到了大地的呼喚萬民的聲音 幾個小時不夠又有另一火震撼彈 黎智英持有一人梅股份被凍結 估計攝資超過3億 動物學家亦因為這樣 滿然發現黎智英原來跟小丑魚一樣 是能夠因應著環境變化 作出性別、顏色、體型上的轉變 隨著銀色永無被凍結 黎智英已經正式變成 沒有銀用黎智英 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方地理頻道節目 我是千尾 眾所周知 黎智英這期正在一個 以鐵尼巴構築而成的生態區裏面 優災、猶災地度假 講開又講 隨著越來越多黎智英這類惡禽進駐 這個自然保護區 亦逐漸變成賤人保護區 好了 言歸正傳 雖然黎智英在賤人保護區度假 但他依然能夠遙距發情 並且令台灣方面發生了一些事情 繼而生出台灣爛果佈摘了 這日落不少台灣人恨了很久的震撼彈 黎智英在當中 是否用上蒲公英的傳播方式呢 這個有機會再探討 今日主要是想研究另一件事 請各位留意台灣爛果的懸彈宣言 當中提到 生態環境改變 持續不斷地找不到食 不得已作出收皮決定 今後會改去網絡世界找食 完完全全的死鷹殘飯蓋 根本掩蓋不到從此借皮的事實 誰人都知道 如果要用一句貼切的說話來形容 無論台灣爛果 還是香港爛果 都只不過是黎智英的哺哺 黎智英為了將哺哺當美食 於是就好像在優格上面 萬家stressing那樣 加入了反中受貢 以及敬旺敬鹹鮮色腥 重口味味精 吃到社會上 不少入世未深的年輕一代 以及年長但可惜無知的人士 上世人 現在台灣爛果終於部台灣一淫行 和台灣爽淫的口沉 說明了 假新聞和垃圾食物本質是一樣的 或者可以騙所有人於一時 騙某些人於所有時間 但是不能夠騙所有人於所有時間 只不過台灣同胞雖然還要捱到下個星期二 才不用再受爛果荼毒 但香港人 何時才可以擺脫香港爛果的郵論呢 只是知道快了 但未有確實日子 這一個就是同日出現兩顆震撼彈 依然未能滿足三個願望的鐵證 正如不少視力正常 智商正常的人都說 黎智英為美國而戰 藉助旗下爛果 集中火力進行兩大劣行 一 謠言惑眾 煽動民粹 進行長期惡意洗腦 勾結外國勢力 對黑暴推波助瀾 但是明知世衛定名了整年有多 爛果都是依然顧錯 不斷將新冠肺炎 趕成武漢肺炎 難道這就是黎智英其中一個反祖現場 誰知早前不知是否聞到棺材香 爛果竟然改口 誤栽提武可摩 除了令不少人都想問一句 做什麼呢 之外還令人猜測爛果 難道猜測幾年前那首叫幼稚園的K歌 爛果為人類帶來另一禍害 當然就是山安百造 例如將自己想說的東西 硬硬硬粗塞入奧斯卡得獎者百口 不整你嘴不安樂那樣款 至於腦屈洗頭水致癌 害到人雞毛鴨血 自偏自盜喪妻者不想尋寬等等 沒有最賤格 只有更賤格 這些爛果 神祖就應該早執早著 但爛到山蟲食壞人的爛果 據聞仍有一絕無知人士盲粉力撐 甚至揚言 就算爛果出白紙都照撐 諷刺的是 爛果如果從來只出白紙 就不會有荼毒社會的後話 黎智英亦都不會淪為 沒有銀用黎智英 香港爛果與其繼續出紙 不論是出假新聞換紙 還是出白紙 都是繼續傷害地球上 一漸縮窄的綠色地帶 集中資源轉戰網上 發展爛果新聞網嗎 一樣是荼毒社會 害人不淺 索性食住世界大西潮流 出虛擬貨幣 黎智英雖然不是人 但動物一樣有虛擬貨幣 不過狗狗幣就被人用了 叫走狗幣 或者必字幣都不錯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是覺得like 搞錯還是食花生 投票告訴我們 下一集 我們會帶大家看一下 毛色暗瓦 混身虛寒 用對翼落地仙的黎智英 如何以口代手 挖礦和執拾 好了 下次見